回到第五節,阿哥哥,為何你會找Kent哥出版《無首救魂》這本書呢? 是呀,首先就是因為我看《無首救魂》看了很多年 也見證著之前Kent哥,其實我們可以公開講這本書也有講少少 因為《無首救魂》本來最開頭是Facebook的名字叫做《無邪守護者》 就是因為牽涉到一些人事的變動,還有就是來不開錢 待會可能看Kent哥會不會想說 總之就是發生了一些事,我當時就見到很多鋪天蓋地媒體又會講 然後身邊的朋友,都是一些動物義工又會討論 我記得當時我說,我當時教化妝班 我就說這個化妝班有某些%的賺了的錢 我就會捐給Kent哥的《無首救魂》 我不會捐給《無邪守護者》,我希望大家分分清楚 然後那個帖子,我猜不到引來很多 麻煎? 是呀,那些人不斷罵我臭婆婆,臭雞 罵我臭雞,做雞 有什麼關係的?和做雞? 通常不侮辱人就是這樣 男人就叫雞,女人做雞 我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意思就是說,我支持Kent哥 不支持他們拆了火,他們分開了的那幫人 而我很肯定罵我那些就是那幫人 不斷罵我臭雞,做雞 就是那些不斷罵 然後我就覺得,其實都很不容易 Kent哥,因為我知道他真的是 是勃心勃命去做救援的工作 然後還要面對他,就是當時內憂外患 就是自己一個人要做很多這些 前線救援工作 然後再面對這麼多人事的糾紛 然後他們又牽涉到有官司、訴訟 我就說,那時候再特別留意多一點 那時候再留意多一點